各位,今天要開箱的就是Makita DHR 171Z 一把油壓鑽18V 是最小型的型號,以電池油壓鑽來說 盒子就是這樣,先拆開看看裡面 先看看盒子 首先是有把手,再加上量度 大概要轉多深那把尺 還有主體,二十轉,非常小 很輕 一公斤幾公斤,一公斤幾公斤 裡面還有一本Menu 本Menu就說回 還有保養性感 就說回 把油壓鑽的規格 另外這張就是單 這把鑽其實都算是便宜的 比較其他型號來說 因為它始終是小型 家庭用,所以貴極油壓鑽 現在就拆開這把 油壓鑽先 家餐齊肥 因為我知道它的馬達是用六角士來開 所以我 剛剛就馬上衝過去 買一套六角士先 好,現在開始 首先這把油壓鑽 就是 剛才說了兩個Mode 為什麼只有兩個Mode 它就沒有這個 炮仔的Mode 為什麼呢?因為 它這個運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的運作方式是類似 這個密充批 即是 平時用的那些索頭批 它不是有一個油壓鑽 即是鑽石屎 那些Mode 其實它原理跟那個Mode一樣 只不過是靠一個 凹凸面 去給 去產生這個 前後的衝擊 來撞開一些石屎 就不像 一般的油壓鑽 即是說 有一個組件 是負責Hammer的部分 這樣撞擊 那把鑽石屎 所以說 它的結構性 是不一樣的 結構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呢 變了它是做不到這個功能出來的 violin 鑽石層 整體 鑽石層 這 反正 螺絲 都扔開了 總共有9顆螺絲 先把禁戶 muncul 這個貼紙其實是一樣,密左右對稱的設計 最容易是包住機件的 現在可以很清楚看到 這裡就是馬達 正如我剛才所說是用六個時鎖 但這個馬達是獨立設計的 不像平常的電批馬達那樣 就是馬達配置到居住 那又不是的,馬達也有一個居住 為什麼呢? 因為有避震功能 如果你的馬達配置到居住 你波箱的位置就要做多很多功夫 才可以平衡到 所以最簡單的方案就是 馬達配置到這個行李箱裡 像現在看到,馬達配置到這個行李箱裡 是一體的 所以整個行李箱都不會影響它的輸出 這個電子結構是一樣的 大同小異,一個變速按鈕 然後這個是保護電池 然後這個是保護電池 還有保護電池 還有保護電池 接著就是駁住電池的搭配器 最後就是馬達 其實我覺得保護電池 就是Makita的型號是差不多的 那就是不一樣是 只是在這個 就是它馬達出來要做什麼功夫 但是基本上電子組件一樣 這裡有一個LED燈 現在就試一試 如果 如果 沒有了 沒有了 現在就試試 這個 馬達 那裡 那現在 這個LED 當我按鍵鍵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燃燒 現在就拆開這個摩托 看看有什麼事 剛才開機給大家看 大家覺得那個轉速是相對為慢的 為何呢?我稍後會解釋一下 我現在先拆開這個摩托 因為... 哎呀... 這樣就... 因為它這個摩托會阻礙 所以我先拆開3條... 摩托的3條線 這樣就方便拆開 這次要扭開6角螺絲 先拆開這個 都相當拆開這個 然後就解釋一下 為什麼它這個摩托呢? 這把油壓轉的速度上是這麼慢呢? 因為它這個本身是12V的摩托 即是它這個尺寸 本身是適合12V的 但是它就製造了這個18V型號出來 變成它的摩托 你看它都... 如果相對其他批 它是很小的 那如果這樣呢 如果這樣呢 你的摩托始終這麼小 又有扭力又有限 那你不可以施求它說 又要轉速快又要大扭力 那你只可以取捨而已 那它就... 將它的摩托的扭力做大一點 轉速低一點 為什麼呢? 那它是... 因為它前面這裡 其實是... 正如我剛才說的 它是用這個衝擊轉的原理 來做那個... 衝擊的 那變成是... 如果你用... 所以... 但是它又要做... 即是它又要轉到石屎 那為什麼衝擊轉是轉不到? 因為它的啞位是很淺 它淺了變成它的衝擊是很小 衝擊的範圍 那你就... 因為它會變得更深的 它會變得更深的 但是它就是... 它就是... 將它的... 凹凸紋呢 就是比較深一點 一會兒會試... 有少許實驗呢 會試給大家看 它這個是深很多的 它這個凹凸 你聽一把聲就聽到的 但是... 它會變得更深的 換言之就是... 你的扭力要大一點 不是的話... 你是... 不夠力... 去扭動它 所以說... 這個摩打呢... 就要... 那個扭力是大一點 但是速度呢... 就做不到啦 如果這樣做 因為你始終... 這個摩打... 大小有限 你... 速度和扭力... 不可以... 即是... 並行 你一定取是一樣的 當然是因為那個大小 如果你可以好... 即是... 尺寸要大一點 那你可以速度再快一點 有... 扭力又大一點 Voxo那方面 當然又要提升 那個... Ampere 都要是... 呃... 即是... 一個摩打... 你要決定一個摩打的轉速 扭力特性呢... 你是有... 很多東西要... 顧慮的 即是... 如果你說... 我在這把這麼小的人... 轉入面... 整個大扭力的摩打... 超快的話... 那你就... 你... 入一塊18屋電池... 你就肥一聲就消失了 那... 那你又要考慮這些問題 所以就... 種種原因之下呢... 他就決定是... 這個摩打... 就... 用這個摩打的速度就OK啦 那四邊的... 哇... 扭這幾粒螺絲真的很尷尬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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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一尊想做技號才... 免得一會兒... 大家我建議呢... 如果... 大家拆東西我都建議呢... 拆之前拍一尊想做技號那... 那... 免得你... 拆完組裝的時候... 你不知道... 哪個打哪個... 這樣就打了... 好... 這個摩打理論上是... 弄得出來... 嘩... 這裏就是這個摩打... 這裏就是這個波聲... 你看... 看不見到有顆... 大齒輪... 很簡單的原理就是... 一級齒輪轉二級齒輪... 減速... 然後就輸出了... 那它這個調節呢... 調教呢... 只不過是... 你看到調了下來這裏... 即是鎖定... 沒有這個... 密充... 充擊啦... 那你是這裏... 鎖死了... 但是當你調了下來有充擊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是... 見不見到可以按下去呢? 按下去的... 原因就是... 你按下去它可以接觸到... 那些啞位... 那它就可以有... 這個... 前後的影響... 但是當你扭下去... 我不需要有影響的時候呢... 那它就... 鎖住了... 不讓你按下去... 現在是按不到的... 那它鎖住了... 你接觸不到那些啞位... 那你就沒有這個影響... 那它就沒有影響了... 好... 那這裏就是一個摩打... 摩打一樣啦... 這個摩打... 它那個... 它前面的背靈呢... 是靠... 是靠... 是靠那個波箱來維持住的... 所以我拆了波箱的話呢... 這個摩打是不成功的... 那現在... 就拆開... 這個摩打的Hosing 出來... 這個摩打的Hosing 其實是膠來的... 那這個摩打的Hosing 其實是膠來的... 很棒... 很棒... 這個... 其實是... 其實這個磁力是頗大... 很... 很實這個磁力... 嘩... 這個摩打很大... 呃... 扭力... 它那個... 磁力是... 特別強勁... 可以說... 拆那麼多... 摩打來說... 它是算最強勁的... 那... 這個就是整個... 摩打的主體... 那... 這條... Signal 線... 不知道為什麼拆不走... 又拆走... 大家看到這條...Signal 這條線... 是不能拆走的... 換言之你換摩打的時候是... 理論上應該是一組換... 但是... 不反對你可以拆開這個福爾元件... 那就可以就這樣單獨換... 嘩... 這個... 這個... 厲害... 嘩... 這個實力PK... 嘩... 這個轉子特別長... 比平時... 即是... 好像這把... 這把東西一樣... 它都是... 是... 用回... 因為... 同... 這把東西系列... 款式呢... 其實你看得出它是... 由... 12V型號是演變出來的... 那... 但是... 你看到它這個摩打是... 長很多的... 即是... 大過很多... 那... 即是... 扭力是很舊的... 你看到... 線材都... 挺粗的... 這個... 線材很深... 你看得出它應該... 承受到的電流都頗大... 摩托車 這個摩托車真的很棒 很少會看到這個摩托車 如果 我覺得如果 再可以 怎樣說呢 你想自己拿摩托車出來用的話 其實可以的 但你要 首先你要按著這個托車來做一個 相同的托車出來 但是就是前面這個摩托車位 你要配合 不是的話 它是 你的摩托車 不會轉 就是 它現在就是 現在的摩托車基本上就是這樣 前面這個 風扇 就是 後面這裏 也是一樣 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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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對短的 變成 這把 這把托車的風扇 是小 很多 相比其他托車 嘩,這什麼樣子 這個摩托真的很高 磁力很厲害 好,現在安裝螺絲,試試看能否轉動 好轉動 好轉動 我们下期的时间要做的 把这些食物放在一起 第二个 后一会儿 就会把这些食物放在一起 就把这些食物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我可以放在一起 我可以放在一起 有些食物放在一起 我可以放在一起 我可以放在一起 好,螺絲上完,撕一撕 切ってみて、それを取って完成 次にタムを貼ります バターに追加する 鯨子 一大小小 一大小 一大小 2 2 3 4 我剛才開了這個就是摩托 很強勁,你拿著摩托,感覺到很強勁 現在要把所有摩托 不,可以拆開 好, check 好像是拆不開的 那我知道 如果要拆開這個gearbox 你首先要拆開這個按鈕 然後再 因為它這個按鈕是有一個橫鬆頂著 它裡面有一個鎖 剛才說是鎖著 總之鎖還是不鎖 就是那塊元件 有一條橫鬆接著 如果不弄了橫鬆 拆不開就沒辦法 但沒有解釋 我因為 因為這把東西我會用 所以 拆了的話 沒那麼好 所以我就選擇不拆了 如果大家有 真的很想 知道裡面是怎樣 那我才 真的拆給大家看 是 我已經對不敬鬆 慢慢來 黄色的蜜蜜 狗白的蜜蜜 蛋黄的蜜蜜 蛋黄的蜜 好 我רי被胡椒 要吃 买到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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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的聲音,其實你感覺到它扭力很強,但是速度就很一般 真的很一般 我猜的這個馬達一萬轉都沒有,應該八千轉左右 因為它的馬達一重減速,然後大齒輪再轉小,再第二重減速 這樣就直接出來,但是它出來只有680轉 一會兒拍個規格給大家看就知道 我覺得它在裡面有什麼樣子 也沒用 但它搞定的時候,這裡有什麼樣子 但是,就不可以看著它 開始了 說,我們要有什麼樣子 還有一些零碟 有什麼樣子 馬達的螺絲鎖好 把螺絲鎖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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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螺絲揚進去 多一點 整體上就是這樣 再合上蓋子 順帶一句,想展示給大家看 它是有少少防水的 你看到這裡是有個 橡膠包著摩達的框 然後呢 左右兩邊都是有這些橡膠 我不知道是防塵還是防水 但是它的推廣上是有 展示是防水滴的 即是說你不要整把東西浸下去 基本上都叫防水 你可以看到 它這裡是那些橡膠包著含 偷偷含包著 至於散熱位這裡 其實 都只有馬達這個位置有些散熱 其他那些都包含了 其實馬達已經是做了一個 它在它的 馬達的軟鐵心那裡 是 放了一層膠 那變成 即使真的 馬達浸過水 其實 那一層 膠已經做到一個防水功能 那就 不會說搞到馬達生手 在這裡 把它們找ätz 好 太滑 方開 將複雜放在內 將複雜放在內 LED燈正轉、反轉 鎖在中間鎖住 有這個緩衝功能 即是鑽石屎時 不會那麼震 減輕震盪傳到你的手 整把東西大致上 我對這把東西的評價是不差的 當然因為它很小 所以有些東西要取代 因為它這個機身真的很小 這裏是做不到一個 跟真正的油壓轉 的 那個 怎樣說呢 那個Structure 那就是說 你是 它用了第二個結構 來做這個效果 所以 美中不足 就是沒有了那個 炮 即是做野毛 但是 OK的 鎖上手 真的 1.2kg 這樣 是 轉鎖屎 又轉到 已經是 非常之完美的了 這把東西 我覺得 我對它的評價 是 是 那 但是 當然 它 因為小把 變成 你上那個 油壓 那個 頭 你就不可以上很粗 因為 阿對話斯 就不夠力 那 這裡當然 是可以安裝一個把手 因為扭力都頗大 它的摩打 雖然是 是 圓周 是 小 但是 那個長 它是長的 所以 變成 它那個 你可以說 它的 轉距 是 依然在 上 但當然 轉速就是差點 一點 那 這裡就是 DHR171 680 10個 minute rotation 就是說 1分鐘轉680下 而 這個 impact 就是 4800 那 就是說 1分鐘 是有 4800下 前後 撞擊 那 是 都足夠的 如果你說 用來轉場 那些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收看